1997年,展基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自宏基科技软体及周边部门独立,为宏基公司持股百分之百子公司,并位为3C专业通路代理商。 业务发展迅速,在1998年荣获天下杂志评选为全国前500大企业成长最快速的一名殊荣。 连接触市场都被占了,所以要在这里面突破呢,所以就要有新的做法。于是我就把以前在大陆做电商的经验带回来,在内部做了一些自卫的转型。 那大概经过一年吧,我们从特卖会的一个新的business model,线上引流,线下交易,客户刚进来要买的第一个器材,从你在线上引流就要开始去创造那个感觉。 所以开启了同人的眼界,再来是传递你的价值。 现在我们做的是电商1.100,1.200,我们要看不同属性的产品,我们要分别的去宣布它的价值,传递这样的价值给客户,那才是真正斩机的一个价值。 那我们在面对通路高度竞争的3C通路上面,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如何做差异化,那我们就必须在这里面做出我们的特色。 没有交集是各自的价值端,有交集的是各自的每一家公司的竞争端。 所以我常常讲,我们在做生意就好像以前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一样,刘伯温给他的一个建议是什么? 广积粮,高足强,缓撑网。 那我们如果比喻成现在的状况,在广积粮这个部分我们做什么? 我们就是要不断地增加产品线,提高我们的业务收入,提高我们的获利。 那在高足强的部分,只是不断地提高我们的附加价格,跟市场是有联动的,跟客户的需求是有联动的。 那最后一个,缓撑网。 那我们没有那种条件,撑网的条件,我们是不能撑网也不敢撑网。 所以不断地学习友商的一些优点,来改善自己,跟改变自己,跟大家做好朋友,一起把市场做大。 这个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部分。 展击国际营运模式,以客户为核心的价值传递者,代理多样化的软硬体产品,以满足客户需求导向的解决方案,建立O2O的数位售后与云端和实体销售的营营机制,创造共银为核心基础业务。 其实一个组织公司要有竞争力,首先它必须要有很好的执行力。 一段是员工个人的执行力,另外一段叫做组织的执行力。 我简单讲,某一个员工我开了教育训练的课程,我知道他在这个沟通技巧上比较弱,简报技巧上比较弱,所以我开了简报的课程,我把它交汇了。 那教会了,他出去,他很会做简报,他也很会沟通,很棒地把选业拿回来。 当个人能力上来的时候,整个组织的能力没有跟上来的时候,我们碰到哪些问题? 产品部门说,你接单回来很好,他们下礼拜货还没进来,货进来以后我们要出货了,会计说你不早讲,我钱要过两天才进来,这个时候怎么办?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,我们碰到一连串的问题。 所以教育训练不单单只是在提高个人的能力,还要有一些的酒精能力的手法,这样才能够把整个公司的运作顺畅化,提升我们的竞争力。 在2014、2015年的时候,事实上我们公司是有代理Adobe,但是呢,后来因为原厂的策略改变,那我们在那一轮呢,很不幸地输掉了这个代理权。 身为领导者,我知道我责换也没用,只是可以加深同样的挫折。 我们没有菩萨那么伟大,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菩萨的静默,也就是不要做什么。 所以呢,我只有去跟负责争取这个产品线的PM的头,拍拍肩膀告诉他,没关系,好好努力,要积极地跟原厂的人,还是保持一个好的关系。 如果五天我们要回来,我们还可以做哪些事情,来增加我们的价值,要多去思考。 所以经过三年四年的努力之后,我们终于在去年又把代理权拿回来。 当然我们这里面有一点赢的,如果说是关键因素的话,那就是在数位化的这个下载销售模式上,我们有很好的线上采购软体。 下单很快,我们的画面很清楚,客户拿到的东西也非常快。 经销商很喜欢用我们这套软体来帮助他们销售,那这也是我们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。 当然所有的优势都是短暂的,所以如何创造一个长久的竞争优势,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重要课题。 展期国际为扩大成长动能,开始跨入家电市场,从办理LG特卖会,切入B2C市场,更取得LG授权开设好样LG家电旗舰店,也是台湾唯一LG旗舰店。 代理商很多人都讲,是没有根的一个产业。代理商没有自己的产品,所以这个面向它是无根的,没有错。 也因为它这个面向它无根,所以很多的原厂愿意找你来帮忙推广到市场。 我们的根是什么?我们的根就是跟经销商的关系维系。 跟市场的沟通强度,那就是我们的根。 所以怎么样从交朋友变成呼吁,变成共好,它是一个过程。 当你有从朋友到共好的条件的时候,我想很多的原厂会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价值。 自然而然,它就会把东西让我们来带路。 现在的竞争,现在的市场状况,如果单打独斗,会很辛苦。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一些伙伴来做我们的支撑。 我们都知道台湾有很多中小企业,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碰到了一些瓶颈。 有的缺少国际的通路,有的缺少资金,有的缺少IT的人员。 那这几个面向刚好是整机,可以适度来帮忙。 我们先帮忙他们做转型。 展机有160条代理线,大部分的产品线也都不一样。 所以呢,我们就开启我们的伙伴经济。 那未来呢,我们持续的会增加我们的伙伴,来加入我们的团队。 我们就会不断有成长的空间,也会有不断的增加获利的空间。 展机呢,未来如何成为一个百年的大树。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 这个概念叫做公司的企业愿景。 所以呢,整个展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,我也必须要有耐心的给它时间。 让它往上走,我要不停的教育训练。 今天不管我在自己本业的三系的产品的成长,跟一业的截图,或者伙伴经济的成长。 还有,未来都是我在技术思考。 所以,我们也要做一些垂直的整合。 比如说,我们就跟着原厂一起开体验中心。 让客户可以到这个场域来做实际的体验。 现在的冰箱和洗衣机,贵的每一台都要十几万。 所以,开体验中心,让客户直接体验,是很重要的一种价值行销。 有一个面对面的沟通,让客户看到实际的产品。 然后,满心欢喜的用它的产品。 这样,我们才算传递了我们的价值。 也就是因为这样,传递价值才会有攒机的一个价值。 所以,不断的创造价值,传递价值,就是我们经营百年企业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